Hey what's up guys 歡迎大家來到我這時候的幼稚的下腦 OK那今天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就是 為什麼我會選擇留在台灣 而不是選擇回去日本生活呢? 其實為什麼我會想到這個問題呢? 是因為上次我看到一個留言 然後有一個人講說類似就是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回去日本生活之類的留言 那個留言就是讓我想要說 那不然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選擇留在台灣這樣 然後其實我本身我是有雙重國籍的 所以呢我其實 如果我真的想要回去日本生活的話 我明天訂一訂機票 我就直接飛 明天就在那邊租個地方 然後就直接生活就好 其實對我來說回去日本生活 真的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然後其實也不是說 家人要我留在台灣 還是說什麼的 我都是非常自願性的留在台灣 其實去日本旅遊跟去日本生活 這個兩個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事情 OK那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為什麼我不要回去日本生活的理由 日本在這個社會裡面呢 有一個文化是我自己比較 我怕我自己會跟不太上的一個文化 那那個文化就叫做 應酬文化 OK那這個經驗呢是我去香港翻譯工作的時候呢 就是最後跟日商他們一起去應酬 也不是應酬就是類似那種吃個晚餐 然後跟客戶吃晚餐的那種 就有點像應酬那種感覺 OK那第一個就是 上下階層超級明顯 其實我這個人就是因為我是翻譯嘛 那我就是更屁酬 我就是他們去哪裡我就要去哪裡 他們吃飯我就吃飯 那所以說當然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們要一起去吃晚餐 那他們是日商的一個團隊一起來的 有時候他們是跟客戶 有時候是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公司的人這樣子 即使是自己公司的人呢 他們的那個上下階層 好明顯喔 我那個時候我看我就覺得 你不要這麼辛苦嗎 是因為呢 我們剛進去一間餐廳的時候 要入座的時候呢 呃帶領我的算是上司吧 就是在這個翻譯工作裡面 他是最照顧我的人 那他就會跟我講說 等一下位置要怎麼做 因為可能比較大的 還是比較客戶的 要坐哪裡 因為你以為你自己 正要開始去吃飯 然後也忙了一整天了 那好就是放鬆來 大家一起吃飯 不是喔 你去到那個店裡的時候 我準備要坐下來的時候 他還拉住我 說欸 敬騰你還不要坐還不要坐 然後說啊 你坐那邊 坐怎樣 雖然我現在我有點忘記說 我那個時候是怎麼做的 但是 原來連這種座位這個東西都有 就是上下階級這樣子 然後呢說到這個上下階層的這個 這個關係 還有一個我是覺得 真的很辛苦的一個地方 就是 呃因為我其實我是翻譯人 我是被請來的翻譯人 所以我不算是他們公司的人 所以我也不算是下屬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呢他們就是 可能職位比較小一點的人呢 他們就是要幫大家做酒 然後發給大家這樣子 然後呢服務生來要送那個酒杯的時候呢 不是都是放在你的就是面前嗎 不是喔他給他放在他的面前之後 那個下水開始回收到他自己的旁邊 然後冰塊放在這邊 然後水放在這邊 就是他的一個調酒專區就是了 然後呢比較職位比較小的那一個人 就是在吃飯的時候還要披風很緊 因為還要看說其他人的酒杯有沒有快喝完了 還是說有沒有餐點已經快吃完了 是不是該追加餐點 而且你知道幫別人點餐是多麼難的一件事情嗎 對那個時候我就這樣看到這個場景 然後我就覺得 哇好辛苦 然後呢他們還有吃飯的順序 因為日本人可能比較喜歡吃 生的東西開始然後到到熟食 然後都是那種小菜類喔 然後最後才是用飯類或者是麵類 就是碳水化合物類來做個結尾 所以說即使你真的超餓 你想要趕快吃個凍飯 你也不能 因為那個有一個順序 然後我上次去的時候呢 就是我那個時候真的很餓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去吃晚餐的時候是 就跟我這個上司 然後兩個人一起去吃飯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問我說你想要吃什麼 因為我那個時候真的很餓 然後我就說我想吃炒飯 他就說你要先吃炒飯喔 OKOK 然後我就覺得吃炒飯不就吃炒飯嗎 有那種會讓你驚訝的感覺嗎 然後我就開始問他說 為什麼我說我要吃炒飯的時候 你會這個反應 我就說點錯了嗎這樣子 然後他說沒有啦沒有啦 日本人可能會比較先從小菜開始吃 然後最後 哇吃飯還有順序啊 OK這個就是我以上我覺得那個應酬文化呢 就是讓我覺得我可能有點不太適合 在那個文化當中 因為其實他們工作完可能一個禮拜有三四次吧 應該會去喝酒 然後就是去應酬這樣子 應酬歸應酬他們會把它當成工作 加上說他們也會當作是一個人際關係的證明 如果你一直沒有去應酬 你一直沒有人邀約的話 別人會覺得你這個人很邊緣 然後會覺得你這個人是不是很難相處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就是日本所謂的 團體行動的一個文化 我就覺得這個喝酒文化也不能拒絕 然後你去到那邊即使你在吃非常高級的料理 因為你是用公司的經費 但是你在那邊真的你有享受到他們餐廳該有的美味嗎 我會覺得那個是有點便秘餐 OK那我來講一下總結好了 總結就是呢 我可能比較喜歡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時間 工作完之後我可能比較希望說之後的時間是給我自己私人的 然後呢上下階層也有點就是太明顯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做什麼事情都會有壓力 然後呢最後一個結論就是 寧願我在家裡吃泡麵 我也不想要在高級餐廳吃便秘餐 這個就是有點跟壓力有關係啦 我是如果當然是兩個禮拜一次還是一個禮拜一次 這個我覺得這個頻率是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當然還是要會學會跟別人去相處 還是說跟公司的人有一些交流嗎 這是一定的只是說 如果是變成一個禮拜三次還是四次 然後你一旦拒絕的話就會又覺得說 這個人不合決還是什麼的 我就覺得這個社會好難理解喔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這次的分享 OK那我今天我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然後幫我分享 訂閱 然後呢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有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記得幫我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OK那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See ya